我叫陈耀朵文杰 本视频有点高能 请憋尿看完 你看我在公屏上看到了什么 找男友 只要送到皮肤就可以 这样的好事我肯定要去 你们别想歪 我肯定不是为了女朋友去的 我加上他号问他我可以吗 他说只要送到皮肤就可以 你都不问问我年龄性格什么的吗 他说没事 什么样他都可以接受 你别这样 我是凭实力单身的 你不了解我的段位等级 我是因为分手太多了 所以我有点害怕 我可以送你 但是我们俩先试试行吗 万一到时候你接受不了我 我就白送了 他问我怎么试 我说我们俩交往几天 如果你能接受我 我就送你 他说肯定能接受的 别了 因为我属于很爱问问题的人 你还是试试吧 他同意了我 于是 我每天有空就找他聊聊天 例如开播前 我会问问他 你吃饭了吗 他说吃了 那你吃了啥啊 他说米线 那是你做的吗 他说不是 我问他啥味的米线 他说是酸辣的 那好吃吗 他说还行吧 那你吃饭是用左面 还是用右面交 他给我发来了黑人问号 然后说去喝点东西 想跑 没门 我抓紧问他 喝啥去啊 他说喝珍珠奶啥去 哎呀 我偶尔喝那个 我爱吃里面的珍珠 对了 你爱吃珍珠吗 他说还可以的 那你吃珍珠的时候 用左面压交 还是右面 他似乎不耐烦了 说右面右面右面 满意了吧 嗯 满意了 你早告诉我嘛 要不然我难受 他说那他去喝了 然后休息会儿 等我下播了 我又找他 在干什么呢 他说在玩手机 我问他用了什么手机 他说华为 那我没找你的时候 你玩了多久的手机啊 他说记不得了 那你手机热不热 他说有一点点 那是多少度 他说不知道 那你充电玩吗 他说没有充电玩 那你都玩啥了 他说刷视频了 玩第五了 那你赢了吗 他说有赢有输 那你几点睡觉啊 他说一会儿就睡了 你睡单人床 还是双人床 他说单人的 那你床单是啥颜色的 他说粉的 多钱买的 他说不知道 那面料呢 啥面料啊 他说不知道 他想去冲澡睡觉了 哦 好吧 那你冲澡的时候 搓澡吗 他说不搓 那你冲澡的时候 顺便洗头吗 他说洗的 用的什么洗发水啊 他说潘婷 味道好闻吗 他说好闻 那洗发水多钱买的 他说不知道 妈妈买的 他去洗澡去了 去吧 你洗头发 费洗发水不 用护法素不 护法素我多钱买的 啥味道啊 然后他也不理我 第二天 我又找到他 我继续问他 你昨天洗完头发 吹干了吗 他说吹了 用的啥吹风机啊 他说不知道什么牌子 那多钱买的 他说不知道 我是不是有病啊 怎么总问 你是不是嫌我烦了 我开始就说了 我特别爱问问题 就怕你受不了 他说你这问题 也太奇怪了吧 有吗 那我问点不奇怪的吧 你为什么浇东西 用右边啊 你左边有蛀牙啊 他说不是 习惯而已 那你昨天用护法素买 护法素啥牌子的 他开始不理我了 我一直在浇荡 他也不理我了 皮肤都不要了 哎 找女妇 太难了